- 下午4點鐘 歡迎收看古海大贏家 我是翻譯華 今天全子股表現很厲害 不過呢 中小型的個股往下掉了 到底有沒有關係呢 需不需要擔心 還是說我現在趕快把資金全部都轉到全子股 需要這樣子嗎 我們節目現場為你邀請到的是 巨洋投顧的資金分譯是陳宗璇 宗璇你好 宗璇你好 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好 中璇今天這個嘉權指數開高走高 大家覺得 哇好開心喔 一波還有一波高 結果最後面收在一個相對的高點 一度有過高喔 八千四百七十七點 對不對 最後面 對 就過那一點點 最後面還是壓回了 收在八千四百四十四點 大家說 欸 全子股有機會了嗎 你覺得咧 現在總小型的資金是不是 真的是有獲利的趕快要撤出 衝突下去全子股了 好 來 先針對大盤盤面上面的一個架構來談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盤面上面的一個表現情形 我們先看後面這張字卡 可是沒有 在今天我們看到說 今天嘉權股價指數大漲0.92% 這大漲的一個過程裡面 竟然突破前波的一個高點 這表現算相當的一個不錯喔 那在整個金融指數 電子指數 跟非經電的一個部分 同步都呈現出大漲的一個態勢 理論上今天在靜陽又過了這個 8476的一個前波高點的同時 應該大家都很開心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投資朋友大概心裡面大概兩樣情 一個就是 糟糕 我之前融券被怎麼辦 融券在整個週五的時間裡 又再度創下波段的新高 因為來到63萬張 那另外一個就是 糟糕 我之前是最強勢股的 今天全部倒大沒 全部落回 這個跌這一叫Tone 這很多股票莫名其妙灌到跌停板 而且很多這個 這個號稱生計類股 生計類股 還有在安控 還有太陽能 這些前波都是主流的一些個股間 全部都展開波段 這個比較激烈的一個震盪 跌幅都很重 對 跌幅都很重 那所以說今天這個大盤架構 到底要怎麼抓 來 投資朋友還記得 我們一直在跟大家陳述 這個大盤的一個架構嗎 這大盤的架構 現在是什麼行情 我們講了幾近乎一個月的一個時間 一直告訴投資朋友 後感恩節之後 投資朋友要特別留意 大盤就開始進入到了 內資行情控盤 那內資行情控盤 在今天我們看到說 大盤成交量還不錯 開始有做放大 今天來到826億 果然還是成交量慢慢的做增加 成交量成長趨緩 這個有符合第一個標準 那指數的部分 還漲幾點 今天就在我們一看 這個網上做大幅度 彈升的過程裡面 還是在整個8476點以下 做這個收盤 所以這指數的一個部分 你要它短線上連續性 展開急噴的一個行情 我們認為短線上還有困難 那在個股的一個部分來講 這個就重要了 第三點我們看到說 個股表現的一個格局 跟多空 這個土陽對座多空分歧 其實慢慢的我們已經看到 檯面上已經陸續出現這種現象了 尤其今天時間點是什麼時間 今天是12月9號 12月9號 它什麼重要日子嗎 不是喔 它是在整個明天 就是所謂11月財報 正式公佈完成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說在整個成績單上面 的一個檢驗上面 一定會造成更多的個股 來到這個地方 多空表現異常的一個分歧 尤其是內支作帳鎖定的個股 投資朋友它會一飛充電 一直往上跑 那如果說拿不出成績單的 內支看看 你11月份繳出這種成績單 叫我怎麼相信你明年會大賺的 那種股票拉回來的速度是快 是超過投資朋友你能夠想像的喔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你要盡量透過籌碼的方式 來掌握到個股的一個動向 這樣才會是在這一波行情裡面 你比較能夠找到強勢族群的一個架構 那針對到大盤的一個部分喔 來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做報告 大盤的一個部分 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投資朋友不要猜喔 這間網上一談的過程架構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做衍生性商品 尤其在上週五時間點 看到尾盤這個稍微往下一灌 有沒有最後五分鐘 往下一壓的過程裡面 索性乾脆空 這個衍生性金融商品 甚至在個股的方面 空單給他撈撐好了 就給他放著 建議跳空往上一開 哇痛啊 真的痛 那這個架構裡面 我們一直在告訴投資朋友說 為什麼面對到大盤的部分 拜託你千萬不要猜 因為股市有三步喔 不猜不貪不拒 這三個你一定要抓好 針對到大盤的部分 你一定要科學化的方式 要數據化的方式 來搞清楚這個大盤的一個動向 那科學化的方式 我要怎麼來做掌握 投資朋友 我們一直在告訴投資人說 來到這個地方 有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拜託你一定要懂得使用喔 那什麼樣子的工具呢 就是在波動力道的一個部分 那波動力道 它是因為我來判斷 大盤上面的一個趨勢喔 那在波動力道上面來看的話呢 只要是在整個多方動能轉強喔 油率翻紅的一個狀況之下 多方動能轉強 增加的一個月抖喔 它漲勢就會越大喔 那加權股價指數呢 我們會把它斷定在100以內 它是一個區間盤 100以上 它是一個趨勢盤 這是針對在日線的一個部分喔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問投資朋友說 100以內100以上 到底要對於這個大盤要怎麼看喔 那在操作方面呢 投資朋友如果你是做短線上面架差 拜託你一定要這個參考一下30分鐘的一個K線圖喔 如果你是採用波段上面做操作的話 你要採用日線來當作這個參考的一個依據 那買進跟賣出的訊號 投資朋友這一定要搞清楚喔 因為之前有人搞錯過 我想說這種東西還會搞錯 真的不簡單 紅色呢叫做買進訊號 因為大盤漲喔 它就是紅色的喔 那紅色它就是買進 綠色呢它就是賣出 就這麼簡單 投資朋友搞清楚這幾個重要邏輯 大盤的部分我們用最快的方式 幫大家做一個導讀喔 那導讀完成之後呢 你很快就會發覺說 有一套好的工具 對投資朋友來操作來講話 這非常非常的輕鬆的喔 那我們先來看後面這張字卡 投資朋友還記得11月22號嗎 當時台股外資空單15000多口 你看到說 11月22號中選會很固定的事情 投資朋友歷史可以引以為借鏡 歷史會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個重複喔 人家說成功的模式是可以複製的 相同的失敗的一個經驗也會重蹈覆測喔 所以由歷史來做觀察 投資朋友你可以掌握到最精準的一個變化 當我們在看11月22號 當時我們一直在預告投資朋友說 來到這個地方波動力道的一個部分 大盤只有小漲17點的一個狀況之下 波動力道竟然縮腳縮到幾近 或是在平盤的一個位置點喔 已經接近到零軸 當時我們特別提醒投資朋友說 在30分鐘短週期上面喔 一定要特別留意喔 萬一它翻紅的話 它會展開一波多方強勢攻擊的一個過程 果不其然喔 在11月25號 才過個假日回來而已 禮拜一的一個台股 就展開跳升喔 一跳的過程當中 當時的大盤來到8182點 結果我們看到波動力道正式翻紅喔 就展開了波段上面強勢的反彈 一彈連續彈了7天喔 總共漲了254點 可是在當初我們有跟大家報告喔 來到11月2號這個時間點的過程裡面 我還特別提醒投資朋友說 你要注意一下喔 波動力道已經縮到幾近或是到零軸了 要面臨到下一次轉折的一個架構 如果投資朋友你碰到這個情形的話 你就知道大盤短線上面 要進入到震盪的一個走勢喔 果不其然喔 後面我們看到12月3號的一個部分 果然翻綠了喔 那翻綠就震盪幾天 一天兩天三天喔 到今天突然間往上大漲的過程當中 波動力道又翻紅 就告訴你短線上面 又重新回到多方來做發球的一個動作 可是投資朋友你有沒有發覺 每次我們在跟大家陳述說 這個盤式用數據化的一個架構 來做推倒的過程當中 很多投資朋友不相信啊 就像我們在上升之後 一直告訴投資人說 來到這裡你不用怕 為什麼不用怕 拜託 背後那隻手一看就擺明 不想讓這個大盤下來 你說中選工具看得出來 當然看得出來 等一下我們用日線的角度來跟大家解喔 你看最近這個政策做多方面多積極 今天啊大漲的過程當中 是反映四大機構聯手造勢的一個新聞 這是上一周四喔 這個如果投資朋友有去留意市場動態訊息的話 就有出現哪四大機構 券商工會 期貨工會對不對 那還有在整個相關的這個證交所 期交所都要出來想辦法刺激成交量 到今天連證交稅都要拿出來再提說 這個週三的一個時間點會不會有機會調降 你就知道說現在幕後那隻手 多希望在年底這一波行情當中 盡量帶給國內投資人 一波這個行情讓投資朋友比較好過年喔 那你說從工具的角度真的看得出來嗎 當然看得出來 投資朋友我們來看喔 來這是在日線的一個部分 還記得嗎 在11月27號當時我們看到說 在加權股價指數日K線波段上面 跳出了一個買進訊號一個紅色球 很大的喔 這告訴你說來到這裡喔 多方的一個格局正式啟動喔 那正式啟動 當時我們來特別提醒投資朋友 波動力道小100 小100空方格局小100告訴你說 空方強勢攻擊已經停止了喔 已經開始進入到空方震盪的一個格局 空方震盪格局架構裡面 很快我們就看到波動力道它馬上緊接就翻紅了喔 一翻紅的狀況之下 告訴你現在進入到 多方的一個格局跟架構當中 投資朋友這是在今天喔 今天的一個部分我們看到說 今天指數過了前波的一個高點 在今天波動力道96 哇96 投資朋友96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剛剛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波動力道在小於100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是在整個區間的一個盤式 告訴你這個地方目前是屬於 在一個多方震盪整理的一個架構 震盪整理的架構 投資朋友重點來啊 短線在多方 長線也在多方 遇到壓回的過程當中 未來萬一真的遇到壓回的過程當中 我要問投資朋友來到這裡 你是要買股票還是要買股票 好這個擺明立場就很明顯 遇到拉回麻煩投資朋友 你要有信心 有勇氣鼓起勇氣買股票 但是不是亂買股票 因為行情來到這個時間點 已經開始進入到多空 各股多空分歧的一個階段 你說多空分歧中選 多空分歧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一直在強調內資的一個部分 內資包含很多 包含投信 自營商 公司 公司派的一個部分 還有國內的主力 一些實戶的一個部分 我們都會把它做全部的一個統計 那只要到12月10號過後 投資朋友要特別記得 12月10號過後 所有的財報開完 正式進入到檢驗期的過程當中 很快內資有壓進資金的 他就會開始展開一個波段上面 集拉叫做帳 那什麼叫結帳呢 結帳就是拿不出成績單 我看一看搖搖頭 說不行 來到這裡我股票要買啊 那這一個股通常在修正的過程 都會很兇猛喔 那你說要怎麼做判斷 那很簡單 我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說 你要懂得善用工具喔 工具它可以帶給你最大的一個便利性 比如說像最近 我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說 在整個股票上面的一個操作上面 麻煩你一定要懂得內資怎麼做帳喔 還既然我們自己強調軟體上面的一個 工具上面的一個功能嘛 來我們看這張字卡 我們幫投資朋友整理出來 這是最新的內資作帳的一個標的 何時廟如果可以看一下喔 在整個右半邊的一個部分 有個內資熱門排行榜喔 這告訴你說來到這個地方 內資都在做買進的一個標的 像這個3498的陽城 今天股價差一點又攻到漲停板喔 這內資就連續買超買了五天 拼命在趕作帳喔 那昂寶的部分也買超接近四天的時間 僵身這也是喔 那等一下我們會從裡面挑選幾檔過來 當舉例喔 告訴你說欸好的工具 它到底怎麼樣對你的操作 會有正面的一個幫助 那像最近我們在幫大家追蹤 像是智圓啦 甚至波羅威的一個部分 這個都是檯面上面內資一時之選喔 那這些個股不管大盤怎麼震怎麼甩 它股價它就不理你 它就一直走它的 好那這種模式呢 就像內資作帳的一個模式 那在整個作帳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懂得善用工具 股票的一個部分 到底要怎麼來看 怎麼做操作喔 來工具的部分在各股方面 我們會希望說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懂得使用主力動能喔 那主力動能呢 它是一個用來判斷籌碼的一個工具 當主力動能由綠翻紅呢 代表多方籌碼進場喔 那增加越陡就代表籌碼 它相對來講是越集中的 那量先駕行的一個關係之下 投資朋友這個主力動能 它會去幫你判斷說 市場上面多空的一個能量 所以它是一個領先指標 它不是落後指標喔 那只要是領先指標 它絕對具有一定性參考的一個意義在 那到底要怎麼做使用呢 來我們來挑這一檔個股喔 叫3498 這叫陽城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喔 這是在今天陽城的一個 日K線的一個部分喔 這邊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日K線方面來講 從11月26號 當時主力動能 開始做翻紅的一個動作 11月27號買訓開始出現 果然是量先駕行喔 提前了一天 那提前一天的架構當中的話 很多投資朋友會覺得說 阿中璇你買訓77塊 出現 哇要叫我一路報上來 報到109塊 我告訴你 有的投資朋友真的不敢報喔 又覺得說 唉唷這麼會漲的股票 搞不好投資會是買過喔 那往上漲的過程架構裡面的話 他這個短線上面波段 累積出來41%的一個漲幅 我告訴投資朋友 你要怎麼報 你只要想辦法 把握住一個重點 就是短線上面 絕對不可以有賣訓的一個出現喔 所以說當我們切到陽城 30分鐘的一個K線圖 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投資朋友 從11月26號開始出現 買進訊號到今天為止 你只看到一個紅色的球 但是你沒有看到 任何一個綠色的球 那就代表說 這一個波段以來 麻煩不管你是用短線上面做操作 或者是長線上面做操作的 陽城這檔個股 未來都還有續漲的一個潛力在喔 那你只要抱住 我認為說 這未來的行情 當它持續在往上漲的過程架構裡面 你就可以持續擴大你獲利的一個戰果喔 就是這麼簡單 那從陽城的一個角度身上 我們再看另外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經典喔 我們一直在跟大家追蹤 汽車零組件概念裡面 我們特別跟大家提到有檔個股 叫1525的江深喔 那剛剛我們也特別跟大家提到說 這一檔也是內資積極作帳的概念個股 兼股價同樣創下 波段以來的一個新高 那當我們回頭過來看一下工具 它怎麼告訴我們 唉唷 這工具上面 這沒有紅色的球啊 投資朋友它沒有紅色的球 它紅色的球出現在很早之前喔 投資朋友這時候就頭大啦 哇這個架構當中的話 我到底要怎麼樣去找 適合的一個切入點 來做切入的一個動作 我才可以精準的 在整個12月份 抓到江深這一波急漲的一個走勢喔 那從江深日線圖上面 來做觀察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一路過來 投資朋友這檔個股即便 在震盪整理架構裡面 主力動能都是紅色的 告訴你整理過程裡面 一直都有人在吃醜嘛 沿路吃吃吃 什麼時候做發動 切過來短線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 11月28號當時江深的股價 只有在53塊錢 沿路往上漲 攻擊的架構裡面 今天來到77塊1囉 短線上面累積出來 漲幅高達45% 類似這種漲勢喔 都沒有漲又快又急 你真的想追 你都追不上的一個架構當中 你唯有透過短線上面的一個 架差操作的一個方式 趕快去找到它 積極佈局的一個買點 趕快卡進去 要不然一錯過通常有的股票 它就不會回頭喔 那相同的一個道理 投資朋友可能會問說 中選你介紹像陽城 江深 漲這麼多 到底未來要注意什麼地方 你要注意的是 什麼時候你要開始做 獲利下車的一個動作 我們舉另外一檔個股來當例子 這檔個股就是我們會員手中的 8064的冬結 投資朋友在今天冬結的一個日線上面 出現了比較震盪的一個走勢 現在往下一疊的過程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K線圖 這張傳統的K線圖 投資朋友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用沒有買進的訊號 也沒有賣出的一個訊號 就是一般傳統的K線圖 投資朋友如果就量價技術分析上面 有時候你真的要是高手 你才判斷出來 到底該買或該賣喔 但是如果有一個好的工具 投資朋友它會怎麼樣 切過來短線的一個部分 在今天12月9號 今天賣訊終於正式出現喔 等了這麼久 終於出現了賣訊喔 這賣訊一出來是 價格是在16.55 那這一個波段以來 我們帶領我們的一個會員 從11月7號 買訊出現過後 開始做佈局 投資朋友當時價位在12.45 這一漲上來賺了32個百分點 這樣一個完整的一個多空循環的一個架構 投資朋友只要掌握到對的時間點 做對的動作 其實你就不用擔心害怕 就有的股票你就抱得住 該買該賣 它都會告訴你 那只要有一個參考跟依據的話 我認為對於投資朋友 你在面對內資行情的一個架構當中 即便個股 手中的個股 漲勢不如預期的同時 你才有辦法去判定說 到底是買點還是賣點 好 其他的個股呢 籌碼面怎麼進一步來掌握呢 剛剛的冬節已經出現了賣訊了 要特別小心喔 宗璇也提醒您喔 接下來我們還是要繼續帶你來掌握 不過要先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孤海大雲家 爵士與古典的完美融合 畫界美聲歡唱耶誕 大衛卡札洛夫爵士三重奏 與您共度耶誕 ASML A great place to work meet learn and share 退化性關節炎 聖輝金貝股速 能有效緩解 讓您怎麼動都不痛 聖輝金貝股速 今博會烈關讚 恰聖輝專櫃屈辰式鑰師 聖輝 我的名字是James 我來探訪 BRAZIL FORD ECHO SPORT 在搜尋 新的照片 I was more than just a cow I was handsome too I was handsome too I feel nothing When your flood came down All the fines that made me wonder If the lights were wrong With my hands they never touched no ground Wherever you live You can expand your world With a FORD ECHO SPORT 都會清修旅 ECHO SPORT全新上市 FORD 鼻塞睡不好 怎麼辦 歐治鼻鼻噴劑 輕輕噴在鼻塞部位 幾分鐘內 迅速解除鼻塞 效果長達12小時 不添加肋固醇 睡得好 精神好 歐治鼻 享受暢快呼吸 追求財富自由 複製成功方法 擴大您的財富版圖 每個人都是投資理財的 最佳導演 02-2506-8911 02-2506-8911 我感冒了 半夜發燒 小兒莉莎爾 和醫師開的成分類別相同 小兒 莉莎爾 媽媽安心了 想試試真正的乾淨嗎 真沒想到電動牙刷 可以刷得這麼乾淨 牙齒表面好光滑喔 感覺就像剛洗完牙一樣 又棒又快又乾淨 李牙醫都說好 歐勒B電動牙刷 領先音波技術的3D技術 比手動牙刷 多清楚高達百分百牙菌斑 超過八成的人 一試就不想回頭 歐勒B 歡迎回到古海大人家 剛剛總先講了很多檔 在這個 目前來說的話 投信比較青睞 要做帳對不對 但有沒有一些要結帳的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一些 中小型的個股 有了跌大滿慘 甚至最後面漲停還是鎖死的喔 有哪些是跌增的 要特別注意的 好 要來講說 哪些個股 它有可能是跌增的之前 投資票我們要先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上市櫃統計加數表 為什麼我們會一直針對這個部分 來跟大家做陳述呢 最主要是說 從這個地方來做觀察的話 投資朋友它完全可以印證 目前到底是不是內資控盤的一個行情喔 在以往我們都一直跟大家報告說 漲停加數 還有在整個超過2000張以上的一個加數比喔 那其實在今天我們新增的跌停的一個部分 今天跌停版喔 投資朋友也是創這個波段以來最多加數喔 今天跌停上市就跌掉了5加 上櫃跌掉了11加 那一樣漲停版的加數都還有高達50加左右 也是告訴投資朋友來到這個地方 多空真的異常的一個分歧 那針對內資行情的一個特色上面 個股表現的格局它是不會改變的 那尤其是在12月10號 我們在跟大家報告 所有的一個財務數據 只要正式公佈完成 後面土洋對坐多空分歧 它就會更加的一個激烈喔 所以投資朋友來到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散選選什麼股票 選有人在做的股票 有錢在裡面的一個個股 那什麼狀況是會有人在裡面 有錢在裡面 可是沒有我們在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喔 哪一個重點 股市呢它是一個買賣業 個股它沒有好跟壞的一個差別 只有價差跟時間別 也是告訴你一檔好的股票 對的一個買點 能夠帶給你最大的一個獲利 它就是一檔好股票喔 那什麼叫壞股票 就是花很長的時間抱在手上 又沒有價差 還賠了價差又賠了指數 那這個就是一檔壞的股票 那所以說在這個架構裡面 我們都一直建議投資朋友 你要選要選什麼 不要用人的觀念邏輯去選股票 人的觀念跟邏輯 永遠大家都會去挑低基期的啦 弱勢的啦 整理的啦對不對 我再怎麼選 我都希望我買的個股價位要便宜 要在整理階段 買了以後我等 等看看會有噴出的一天 投資朋友 現在大盤在8400點啦 萬一這個大盤不小心 走一個比較大的震盪整理 換你這個盤整過程裡面 它個股不表現的話 反而會有往下做破底的走勢 這樣就不划算 所以說行情來到這個地方 適合是你要挑什麼樣的個股 要挑前選的股票 投資朋友我們一直在跟大家強調 什麼叫前選的股票 前選的股票它的特色一定是 高基期強勢突破 所以說我們要建議投資朋友 你要爆你就要爆這種個股喔 千萬如果搭上內資結帳裡面的一個標的的話 你千萬不要去碰喔 因為內資結帳 萬一它又處於在弱勢低基期的一個部分 很有可能股價往下修正幅度 它就會非常的一個深 那比如說呢 來我們抓幾檔個股來跟大家聊一下 這是最近最新我們整理出來 內資結帳的一個標的喔 來我們來看這張字卡的一個部分喔 如果投資朋友有看到的話 在內資熱門排行榜這個地方 哇這個內資連續賣超8天 真是賣不停啊 那這檔標的叫1310 這叫台本 後面賣超7天叫政要 那包含1451的年薪 這間股價修正幅度都很深喔 那年薪也修正了 來要3天左右的一個水準 那當然今天跌勢比較深 還有落點落在生技類股身上 像是416的智晴啊 4168的唐蓮 股價都打到跌領板 那這些都是內資已經連續賣超超過2天以上的個股喔 那當你看到說生技股 生技股可以全面性走弱的同時 後面你有沒有覺得很好奇 先前告訴你要買生技的 原因是什麼 告訴你說 這個NASDAQ的生技類股指數平創新高 所以告訴你生技類股來到這個地方有行情 後面做股票不行這樣喔 國外漲是國外的事情 國內漲也是國內的事情 後面你如果要操作生技個股指數 你一定要透過我們工具先看一下 生技類制要指數的一個表現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在生技工具上面 制要指數的一個表現喔 早在11月4號上面 就已經出現了賣訊喔 整個主力動能 都已經全部處於在綠色的一個狀況之下 是早告訴你說 從11月份開始 生技制要類股來到這裡 沒有局了 已經沒有局了 沒有局的一個架構當中的話 我們看到主力動能不斷撤出 所以你今天看到有很多的生技類股 突然間中錯大跌 都是沒有你意外嗎 我告訴你 你真的不會很意外喔 那我們舉裡面內資結帳的一檔標的 來做陳述 這是4168 這叫唐連喔 唐連的一個部分 今天股價終於創下 波段以來的一個低點喔 又走破價破現的一個走勢 可是如果你去做觀察的話 你會發覺 從11月1號 主力動能領先翻率開始 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主力動能它是一個量先駕行的一個工具喔 它當它開始翻率告訴你說 有人有大戶已經開始在偷跑了 投資朋友 偷跑的過程架構裡面 它沒有馬上跌下來 盤個幾天到11月12號 突然間出現了賣訊 當時的價格還在131塊 現在回頭過來看 唉唷 當初投資朋友 你手上要是有唐連 沒有報到現在131塊 你就先做 短線上面的停力動作 不知道有多好耶 後面安城之要掛牌之後 你會不會去追唐連 投資朋友你不會去追唐連 好不好 因為它告訴你 就主力動能它就翻率 那類似這種個股 它就處於在一個弱勢的一個架構當中 那另外一檔個股喔 也是很經典喔 這檔個股我們看到先前喔 很多的投信 在12月份上旬的一個過程當中 密集的發報告告訴投資人說 來到這裡你看那個油價有沒有 欸這個一直在走這個 震盪走高的一個走勢 我跟你說SM報價會上漲 所以我們要全力買進說話類股 結果今天台塑四寶大漲的架構裡面 投資朋友台本今天股價大跌 好大跌 那我們剛剛有跟大家報告過 內資結帳的一個行情架構裡面 投資朋友當你看到台本 上週五12月6號出現的賣訊 出現的時間點是在21塊半 10月16號主力動能 它就領先做翻率的一個架構 投資朋友這種股票你會去碰嗎 我相信你一定不會去碰這種股票 你要找你一定要找強勢的個股 什麼叫強勢 投資朋友還記得上週五 我們跟大家報告PCB設備相關的個股裡面 有一些正要做入障的一個動作 我們認為這些個股在未來 表現機會都會強於大盤 好 到底哪些個股有機會呢 請繼續鎖定我們的古海大英家 明天同一節再會囉 拜拜